各位呢如果你已經做好了 那我們要把它 除了變成一般的2D圖片以外 我們也可以把它變成什麼 3D的 這種就是互動的場景 我們上次呢有跟各位提過就是 其實呢 Dimension他有一個功能就是可以變成 網頁 互動的網頁 那你可以留意一下我們剛剛是不是在這邊有加上這個 我的最愛對不對 如果你有的話 你也可以 比較快的 讓顧客就看到你要的 角度 來你看右上角這裡有一個發布 在這邊 Share 3D場景 你就可以把它做一個發布 當然如果你要管理的話你可以從這裡做管理 就從這邊 發布你給他一個名字 給你 這個一個名稱然後就按發布 按下去 他就會開始幫你 準備 準備 把這些內容傳上去 那如果說 做好了 網址就在這裡 我這邊剛剛已經先做了一個 給各位看一下 在這邊 這樣 那因為呢 我在 剛剛有加上我的最愛嘛 有沒有 所以呢 他在這邊 我要看這個 點一下 有沒有就過去 點一下 就跑到我剛剛指定的角度 那你也可以在這裡跟他做互動 這樣了解嗎 所以 你的這個部分這樣就很方便 不過要留意一下 如果你有使用背景圖 我現在這裡是沒有背景圖 對不對 如果你有使用背景圖 背景圖不會跟得動喔 因為背景就是背景而已 這樣了解 他就不會跟著那個攝影機的角度在轉換 那 到底有沒有需要用背景圖 你可以自己決定 這樣 有了解了嗎 所以呢 你看我們Dimension 除了你 直接我們透過上次講的 Render 就是把它變成真正的高畫質的 一張 2D的圖片 不管是PSD 還是所謂的PNG 都可以 那當然如果你想要 我已經做好了 完成了 就像我們剛剛 這邊看到 你就直接在線上直接看 這樣也可以 好